相信有很多的民众一听到素食总是会忘之却步 不过为在新店玫瑰中国城的一家素食馆 利用了创意料理大大的颠覆民众对素食的印象 像是店内的火星人手工豆腐汉堡 它的味道口感一点都不输给肉排做的汉堡哦 而综合野骨炖饭 它是加入了意大利进口的牛肝具 散发着浓郁的香气 让不喜欢素食的人都会爱上它 夹进汉堡排大量生菜的汉堡 搭配新鲜水果以及薯条 看起来超澎湃 这道餐厅还有个相当特别的名称 叫做火星人手工豆腐汉堡 里头夹的汉堡排不是肉 而是主厨利用豆腐纯手工做出来的 在锅子里煎到金黄 味道不输给一般的荤食汉堡 加上了低胆固醇低热量 让爱美的人也可以吃的无负担 豆腐我们采用板豆腐的豆类制品 那让它有丰富的蛋白质 那丰富的蛋白质加上我们制制的一些 湿条的一些酱料跟手法 然后把它压制成像豆腐这样的样子 让人家在湿卷上 还有各方面都可以达到一个 吃东西的一个香 一个王位的感觉 如此有趣的菜色 源自于这家店就叫做火星人素食馆 店内的餐点正是时下最流行的蔬食 由于老板娘郑苑君本身热爱研究天稳地理 而且吃素多年 这几年因为身体出现状况 更重视吃的食物 所以店里所采用的食材 强调一定得天然健康 我希望说用食料的部分 可以用一些天然的食材 然后带给大家更健康的身体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店里的东西一定都是我先试吃过 没有问题的话 然后我再会把这些好的东西 然后带给我们的消费大众 而这道意大利牛肝菌综合野菇炖饭 更采用了价格较高的牛肝菌来提升香气 搭配粒粒分明的西螺寿司米炖炒 味道口感层次丰富 我们会采用意大利进口的牛肝菌 那牛肝菌是采用干的 那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再加上综合的野菇 那它就会有独特的香气 原本在饭店西餐部工作的主厨王朝轩 不仅重视餐点的口味 对于摆排也相当讲究 希望顾客可以同时拥有味觉与视觉上的享受 另外店内的餐点也更是不断推陈出新 且融入了美式 法式 日式 中式等各国料理方式 希望借此大大颠覆社会大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 记者声明 张门奇 新店财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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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